现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过去的行为所致 因此,只选择当下最好的,这样您的未来就和您一样美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将告诉您天蝎座上升的11月的预测 这张图是行星在运输过程中旋转的 显示当前的行星位置 天蝎座主星火星在第五宫逆航 在双鱼座过境 天蝎座正在您的位置上升 木星正在您的财富宫中转 土星正在第三宫里以自己的摩日座星座转行 拉虎拉虎在第七宫的金牛座过境 金星在楚女座的第十一宫过境 太阳和水星正在您的第十二宫过境 除此之外,即将发生的变化是 在十一月十六日,太阳将离开其衰弱的十二生效 并移至天蝎座 十一月十六日,金星还将从其衰弱的十二生效中脱颖而出 并在天乘座输入自己的十二生效 十一月二十日,木星将进入魔日座 木星在魔日座变得虚弱 但是土星会因为在这里而消除其恶性作用 十一月二十八日,水星将移至天蝎座 顺便说依据,水星将于十一月三日投入使用 新月是十一月十四日 PRADOSH进食时间为,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开始进行预测 这里写了八个数字,所以你是天蝎座方星为爱 如果您的出生星座也有八个数字写在这里 那么这个预测很适合您 请不要在观看视频时,犯任何错误 否则预测将不匹配 该预测基于印度时间和日期 因此您应该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预测 这个月对你有爱 如果您想学习新知识,也可以学习 上升的主神火星正以双鱼座的星座在你的第五宫过境 火星将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活动 这些学生在运动中可以受益 由于火星在您的第五宫 因此您附近可能有恋爱关系 您的爱人也可能有纠纷 十一月十四日 火星将处于活动状态 然后您所有停滞的工作将完成 Kidu目前正坐在您的后方 孙也将于十一月十六日加入您的行列 因此您不必与任何人争执 控制您的语音 如果Kidu处于上升状态 则您的眼睛可能会不好 那么您应该在脖子上戴一条银链或手上戴一条银手链 您也可以在脖子上戴 Redress的花环 您也可以念诵Kidu的咒语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 您的尊严可能会增加 或者剩下的尊重也会消失 Kidu身居方星为爱 为我们带来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穆星在他的十二生肖 所以在金钱上不会有问题 穆星将在十一月二十日 一具模CAP做 穆星进你的第三宫 穆星会加强你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土星在您的威力位置 这将增加您的威力 您将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土星也是你第四宫的主人 如果是第四宫 Kidu也会给您带来好处 金星在你的第十宫 在第十一宫 任何行星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从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十六日 您可以在朋友后面度过 Rahu将改善您的关系 拉湖会让你聪明 如果您与任何人进行任何交易 请当心 拉湖Rahu在第七宫 可能会导致您与配偶之间的思想差异 如果RA湖的星座运势不好 也就是说在第四八或十二宫 那么您应该在每个星月背诵 Vishnu Sehastranen 在流水中 椰子的脱落也会减少Rahu的不良影响 这个月的星月是十一月十四日 太阳正坐在你的第十二宫 太阳在天乘坐变得虚弱 即使承受压力 您的所有工作也将完成 远离Nova和葡萄酒 请勿从事任何非法工作 否则您在社会中的形象可能会恶化 控制您的支出 睡眠不足会导致健康问题 在法庭案件中 您将在敌人面前获胜 此时不要挤给任何人 您可能会遭受损失 11月16日之后 当太阳在天蝎座的星座中移动时 它将生起 您将获得丰硕的果实 但是如果PG也在那里 将会在您中引起一些混乱 因此请记住这一点 从10月17日至11月15日 您应该向太阳供水 和太阳骤雨 Om J-A-P-A-T-U-S-U-M-S-A-M-K-A-S-H-A-M-K-A-S-H-Y-A-T-A-Y-A-M-M-H-A-D-Y-U-T-I-A-M 一个人应该唱这个咒语 糟糕的一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糟糕的日子 您或我现在每个月要走一两天 这使我们感到压力 不是麻烦 悲观主义者做到了 那是心灵和大脑的主人 进入负面位置的时候 当月亮进入第六、第八或十二宫时 它会伤害我们 那些不宜过月的人 可以在11月13日和11月27日观察PRADOSH 这是施婆神的斋戒 11月1日 11月4日、5日和6日 11月13日至14日 11月27日至28日 对您而言 这将是糟糕的日子 因此您在这一天 不应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 如果您不陷入混乱 那就太好了 控制您的语音 不要说某人的灵魂受到伤害 您的费用可能会增加 健康问题也会出现 GAJ-Cashry-Y-O-G 现在了解GAJ-Cashry-Y-O-G 当木星和月亮在一起,或者木星和月亮面对面,或者在四个地方面对面时,就会形成GAJCash瑜伽 就像现在一样,木星在这里,当月亮在射手座来到这里,或者在双鱼座来到这里,或者在双子座来到这里,或者在处女座来到这里,然后由于木星和月亮,GAJ将形成Cash瑜伽 在GAJCash瑜伽中,木星和月亮结合在一起,木星表示金钱,月亮表示水 因此,在这一天中,资金流向良好 如果您从事某些业务,那么您可以向某人收取款项,这几天您就可以获得好处 这就是GAJCash瑜伽 GAJCash瑜伽正在为这四天准备 11月6日,11月13日,11月18日和11月26日 因此,在11月6日和11月26日这四天中,您将不会获得太多收益 但是剩下的两天11月13日和11月18日,可能对您有益 敬拜Kartikea勋爵,背诵Henuman Chalisa,对您会有所帮助 在11月14日的每个新月上,将一些黑芝麻放在水中,并将其提供给TEPL术,也会从中受益 因此,这是11月对天蝎座上升的预测,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信息 谢谢